众所周知娱乐圈中很多前势力的存在 这些势力可以令很多明星大佬都没什么办法 今天小编就来说说狗仔 中国第一狗仔多在娱乐圈爆料的黑幕 还记得当年歌手王洁正洪之际被毒雅的事情吗 想想作为一个歌手嗓子坏掉了是什么感受和心情 据悉当年王洁和谢霆锋同为香港英狂膝下的很有实力的艺人 英狂公司对这两位很是重视 有消息称王洁在这个圈子中有些混沌 想要退出香港英狂这个娱乐公司 最后导致嗓子被别人吓咬毒雅 对此当年同为公司吓得很红的艺人谢霆锋遭受攻击 都认为是谢霆锋干的 从那以后王洁就退出娱乐圈 但是谢霆锋的未来可气一直很火 对于是不是谢霆锋毒雅王洁这件事 可能只有王洁自己本人知道了 而卓磊曾公开开战出来替谢霆锋解释 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是谢霆锋做的 对此很多人都说香港娱乐圈中的黑料很猛 黑暗势力一火也是无处不在 很多明星选择隐退 就是为了明哲保身换来人身安全 就像当年黄家居演出时从台上坠落摔了下来 经过抢救在家待几天 外界爆出黄家居去世的消息 令很多人不能相信 毕竟当年的演出舞台四周都有防护 再说当时知情人爆料 黄家居摔下的位置处 还有塑料防护板挡着 再怎么摔也不至于经过救护 连命都没保住吧 对于这件事卓伟爆料趁前段日子在日本的街头 有网友遇见一个长相极下黄家居的人 对此有人猜测当年黄家居根本没有去世 而是隐身过一段安稳的生活 毕竟当年香港的圈子很混乱 作为明星不知道 背后被那些势力随时暗算 据说当年黄家居在香港发展得很不顺利 才无奈追下去了日本发展 在日本的发展当时也不是很顺利 但是不管怎么样